花蓮市农会在地经营近百年 而爱新工艺不遑多让 今年新米包装上市立刻捐赠200公斤的优质白米 给花蓮市公所的食物银行 希望提供在地新鲜农产品给生活困顿 有需要的民众 而市长魏家彦也感谢市农会的工艺扇行 特别颁发了感谢状 花蓮市农会新米包装印上了花蓮蟹的蟹鸟朱鲤 是相当受欢迎的花蓮米品牌 农会理事长陈宝成特别支持弱势关怀行动 送了200公斤的花蓮米给花蓮市食物银行 花蓮市农会的米新的包装 这是以我们花蓮县的县鸟 助力鸟作为包装 那这次刚好响应我们市长的食物银行 那我想对花蓮市的低收入户帮忙非常大 那我们花蓮市农会本着过去一直以来 对社区的服务还有社区的弱势团体 我们都会尽量来帮忙 那这次刚好响应我们市长 那不只在米的部分 尤其在年末的时候 我们在老人之家的一个捐赠 还有我们花蓮市的一个路灯 我们花蓮市农会属于一个社会团体 那我想过这个部分 我们未来都会持续来帮忙 也来响应我们市长这样一个好的政策 花蓮市长威家彦感谢市农会常年来的捐助 让弱势民众可以获得实质上的帮助 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有花蓮市农会城堡城理事长 以及我们的讲书会总干事 那今天一同来到我们食物银行捐赠200公斤的 我们花蓮在地的米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 食物银行帮助过非常多的人 那在这边我们也是提供这样的平台 希望我们不管是有在企业 或者是公司或是个人 都可以捐赠物资在这边 那提供这样的平台 分享给有需要帮助的人 市农会理事长陈宝成也表示 未来农会超市也会捐赠干货食品 来充足食物银行 更希望可以发挥抛砖引玉效果 呼吁更多的企业社团来关怀弱势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